台中中區的平等街成功路口 五月份多了他 嶄新的監視器對準路口 建置之後緊接著測試期 宣導期 預計七月 加入科技執法行列 未來要抓的是 誰沒有 停一下再起步 我覺得裝紅綠燈比較適合 他一定會停嘛 裝那個其實我看啊 百分之八十是 他們可能都沒有停 罰錢沒有停就過去就罰 大家覺得說這樣不行 此處為五號之路口 執法取締後汽車需停車再開 機車騎士也得停下腳落地 網友炸鍋說瞎爆 不會直接裝紅綠燈啊 都是那種年紀比較大的長輩嘛 長輩騎摩車 一般紅綠燈他還會看 你看這種停就 他們對他們說也許老花眼 也看不清楚就給他過去了 很多人都跟我抱怨說 這很像政府在搶錢 此路口前有平等澄清意願 一旁就是鳳四媽祖的中區萬春宮 步行斑馬線的行人不算少 但民眾普遍認為路口不算大 車流量也不多 街巷內裝揭示器科技執法 是殺雞用牛刀嗎 那在這個小路口當中 用一個科技執法 實際上有點矯枉過正 應該把科技執法執行在車流量較多 或者是大馬路的路口 成功跟平等路口 是在我們中區的地高 它當年有發生二十三件的交通事故 警方出示數據解釋 設置科技執法設備 希望減少事故發生 只不過這樣的目的卻惹來民怨 因為萬一忘了停一下再起步 用路人恐怕施藥過幾次罰幾次 三連熊陽靜 台中報導 音量太強 小心被科技執法盯上 因為前方標示都提醒了 前有聲音照相 請降低音量行駛 台中推動科技執法 績效豐碩 光2023年取締將近13萬件 超過半數 都是不一標線後製 只是行駛 最經典的莫過於被稱為 岔路百慕達的台中北區 五岔路口曾兩天開出六百七十五張罰單 電眼時代各種被監視 難免惹來民眾質疑 科技執法會不會太過腐爛 2023年奪下台中科技執法 績效王的路段 在東區建成路與振興路口 共開出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七張罰單 第二名是北屯區環中東路太原路口 第三名則在殺戮區 前三名各自突破一萬件的門檻 而在苗栗台三線的雙向區間測速 就曾因重擊車友疑似刻意閃躲 終點前回轉來回穿梭 亂象等因素 讓警方決定暫停執法一個月 之後才有恢復 科技執法的目的是降低交通事故 而非開單而設 宣導因確實到位 才能避免收到罰單的民眾 除了Key Put Put 還以投誤稅 三內新聞林瑋志 蔡永元綜合報導